加拿大当局宣布 向目前在当地工作或最近在当地毕业的香港人 提供申请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新途径 新措施直至2026年8月1日有效 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长门迪奇诺宣布 针对在当地工作或最近在当地毕业的港人 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新政策 最新有资格申请的港人分为两类 包括在过去三年在加拿大指定学府 完成至少两年高等教育证书课程 其中一半课程必须在加拿大亲身或网上完成 而大学或研究所课程就必须至少一年 在攻读之前取得的证书 就需要在课程开始之前五年内获得 另一类就是在加拿大有工作经验的人 申请人需要在过去三年内 在加拿大拥有至少一年全职工作经验 或者1560小时兼职工作经验 而工作的时候必须持有有效的签证 而且在过去五年完成加拿大认可的高等教育证书课程 这两类人在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时候 必须已经是加拿大临时居民 而且要符合特定语言、学历和工作经验等等资格 提交申请的时候必须身处加拿大 并持有特区护照 或者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 加拿大政府因应香港落实港区国安法 在去年11月推出新的签证安排 过去五年在加拿大大学毕业 或者取得同等学历的香港居民 可以在加拿大申请最多三年工作签证 无线电视机者蔡麗珠报道